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将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 首先是尹熙悦将开就职两周年记者会 阐明何种施政见解引关注 韩国总统尹熙悦即将举行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 人们期待他将提出哪些施政见解 接下来 法国总理说 中文你好尹习近平 被赞讲得很好 很标准 这一温馨的举动在两国关系中增添了友好的一笔 最后 哈马斯廖持续协商加沙停火 以总理据妥协 绝不投降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双方的协商是否能带来和平引人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政治的大舞台上 无论是在亚洲的韩国还是在欧洲的法国 领导人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充满了深意和策略 近期 韩国总统尹熙悦和法国总理阿塔尔就成为了国际媒体焦点 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不仅展现了各自国家的内政外交策略 也体现了在全球政治版图中的微妙定位 从韩联社的报道中我们得知 尹熙悦将在就任两周年之际举行记者会 这次会议被视为他与媒体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机会 尹熙悦计划在记者会上介绍过去两年的施政感想 并阐明未来三年的施政方向和目标 这次记者会对尹熙悦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他需要在执政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惨败后 重建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尹熙悦强调沟通和协制的重要性 希望通过这次记者会展现出新的政治姿态 与此同时 在欧洲 法国总理阿塔尔以一句流利的中文 你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 这一细节在新洲网的报道中被特别提及 习近平对阿塔尔的中文表示赞赏 并欢迎他访问中国 这个小插曲不仅展示了法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也反映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更广泛合作的愿望 习近平此次访问欧洲 包括法国在内 被视为是中国在全球政治中寻求更大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在中东地区 停火协商的进展则是另一个焦点 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 尽管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在停火协商上的立场依然僵硬 但双方仍在埃及的斡旋下继续对话 哈马斯要求全面停火并撤出袈裟 而内坦尼亚胡则明确表示不会向哈马斯投降 这场持续的冲突不仅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也对中东乃至全球的稳定构成挑战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政治中的多个维度 包括国内政治的沟通与协制 国际关系中的友好交往和合作 以及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在为了国家的利益 和全球的和平稳定而努力 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领导人的每一个决策和言论 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坦尼亚胡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坚定讲话 到巴拿马选出新总统 何塞 劳尔 穆利诺面临的一系列国家挑战 再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与现任总统拜登政府之间的激烈交锋 这些事件揭示了国家领袖 在维护国家安全 推动经济发展 以及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的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讲话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国际孤立压力下的坚定立场 内坦尼亚胡誓言保卫以色列 免受敌人侵害 强调即使以色列被迫孤立无援 也将独立应对挑战 这番言论发生在加沙停火谈判背景下 展现了以色列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的决心 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同时 美国国防部长 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通话 以及土耳其对以色列的贸易制裁 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冲突中的 复杂立场和利益考量 巴拿马的政治变迁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 巴拿马选举法院宣布 和赛 劳尔 穆利诺为新任总统 这标志着巴拿马政治方向的重要转变 穆利诺面临的挑战包括腐败问题 养老基金体系危机 公共债务以及严重干旱 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等 穆利诺的当选不仅体现了 民众对经济繁荣和安全改善的期待 也凸显了巴拿马在实现政治稳定 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艰巨任务 特朗普与拜登政府之间的冲突 则展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激烈对立 根据网络媒体报道 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是盖世太保 而白宫则对特朗普的言论做出强烈回应 指责其煽动分裂和暴力 这一交锋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环境的分裂 也影响着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内部稳定 综上所述 无论是以色列的安全挑战 巴拿马的政治变革 还是美国的政治对立 都体现了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他们的决策和言论 不仅影响着国家的未来走向 也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领导人的智慧 勇气和远见 将是引领国家走向繁荣稳定的关键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政治与科技的交汇点 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TikTok的犹豫 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欧洲的分而置之战略 再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与习近平会面时 对公平竞争的强调 这些故事揭示了国际政治 经济竞争与社交媒体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交织在一起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特朗普竞选团队 对加入TikTok的犹豫 这个短视频平台在美国极为受欢迎 尤其是在年轻选民中 特朗普的顾问们担心 他之前试图禁止TikTok的行为 将与现在加入该平台的举动相矛盾 可能会引起支持者的不满 然而 他们也认为 通过TikTok能够有效触达选民 削弱对手拜登的影响力 这表明 即使是政治竞选 也无法忽视社交媒体的力量 在另一端 我们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另一面 德国之声报道了习近平对欧洲的访问 他的行程包括 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这次访问被视为中国对欧分而置之的战略的一部分 目的是 加强与欧洲各国的双边关系 同时减少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的影响力 习近平的访问 着重于贸易 气候变化等议题 但同时也面临着人权和地缘政治的挑战 冯德莱恩在会见习近平时强调了 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星周网报道 冯德莱恩批评了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 认为这导致了不公平贸易 威胁到了欧洲的工业化进程 他表示 欧盟将与其他受中国市场行为影响的国家合作 以确保贸易的公平性 这表明了欧盟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决心 同时也反映了中欧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这些报道揭示了一个复杂的世界 其中政治经济和科技紧密相连 特朗普竞选团队对加入TikTok的犹豫 习近平对欧洲的访问 以及冯德莱恩对公平竞争的强调 都是这个交织复杂关系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国际政治的现实 也揭示了社交媒体等科技平台 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以预见 这种交织的关系 将继续影响着世界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人们总是被那些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故事所吸引 从柬埔寨总理红马内的儿子 在全球数学竞赛中夺冠 到中国政治局对投资策略的新思考 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波动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个人和国家的成就 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让我们首先来到柬埔寨 一个被古老文化和壮丽景观所定义的国家 现在却因为一个年轻的数学天才 而成为国际焦点 据星周网报道 柬埔寨总理红马内的儿子 在5月1日举行的 北美迅路数学竞赛中荣获第一名 击败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730名参赛者 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三次 在这项国际数学竞赛中 取得第一名的辉煌成就 贝宾莫尼 勒提森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也是柬埔寨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闪耀展示 转向中国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复杂画面 明镜电视报告了中国政治局 对投资策略的新思考 习近平主席鼓励学习投资大师巴菲特的 长期持有和短期投机策略 这一策略的提出 不仅是为了恢复投资者信心 促进经济投资 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寻求更稳定 更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决心 在这个信息化 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的这一步棋 无疑是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深远的 再来看明镜想点就点的报道 它带我们深入了解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波动 从习近平访欧的外交动向 到中国官员的人事变动 再到国际商人郭文贵的法律纠纷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复杂而引人入胜 它们不仅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间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现实 从柬埔寨的数学奇才 到中国的投资策略 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波动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毫不相干 但实际上都是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片段 它们展示了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都在为实现更好的自我 更强的国家而不懈努力 这些故事不仅是成功的象征 也是进步的动力 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中 不断探索 不断前进 在亚洲的南海 波涛汹涌的水域 不仅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还是国际战略航道的重要部分 然而 这里也是多国争议的焦点 特别是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主权争议 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这场争议最近因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 使用水炮驱离菲律宾船只 而再次升温 面对这一紧张局势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态 强调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使用水炮 或任何攻击性武器 以避免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小马可斯的这一声明 旨在缓和紧张局势 展现了菲律宾在处理与中国的争议上 所采取的克制和理性态度 在欧洲 另一场外交活动正在展开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 期间发表文章强调 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并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 习近平的此次访问不仅着眼于增强中法经济合作 还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上 表达了中国希望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的愿望 习近平此行展示了 中国愿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而在拉丁美洲的巴拿马 一场重要的政治变革正在发生 《东方日报》报道 巴拿马前安全部长穆利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承诺将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 打击腐败并提高最低工资 穆利诺的胜选得益于前总统马蒂内利的支持 尽管马蒂内利本人因腐败问题而深陷争议 穆利诺的当选预示着巴拿马可能会在其领导下 朝着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同时也面临着重建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挑战 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 实际上都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共同趋势 无论是亚洲的南海争议 欧洲的中法合作 还是拉丁美洲的巴拿马总统选举 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之间在处理争议 加强合作 追求发展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这个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 各国更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寻求共赢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